我本來不想講這個新聞的 因為我不是一個很在意明星發神經的一個人 因為明星常常沒事為了撥板面而發神經 更何況我覺得這個世界上有更重要的事情 但是因為我之前有說 我們應該要支持保守派 然後 Kanye West好像是個保守派的基督徒 所以大家應該支持他的音樂 結果他捅出來一個大簍子 所以我今天就來講解一下 因為經過了快要一個禮拜的思考 我覺得這整個事件當中是由我們可以學習的 特別是當這個人已經徹底的完成了 自我摧毀的自我毀滅之後 探討更是重要 所以我們今天會花一點時間來討論一下 也就是說今天只有一個新聞 最主要的就是要自我反省 但是這一集是我個人認為我寫過最重要的一集 也是我們還有教會最缺乏的缺點 如果可以的話 請大家今天一定要看到影片的最後 我是Ed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想必各位應該都已經聽說了 Kanye West上了這個 Alex Jones 的節目 Alex Jones 是一個被左派說成是極右派 然後好像相信Q的一個人 因為2012的Sandy Hook的校園槍擊案事件 說錯話 被現在的這個拜登政府的法官說要賠償 2.75 trillion 然後宣告破產 2.75 trillion 2.75兆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德國的GDP 3.85 英國的GDP 2.67 印度的GDP 2.66 法國的GDP 2.63 就是他的罰款 比英國的印度的法國的總GDP還要高 對 Anyway Kanye West上了他的節目 他前幾天 Kanye West 前幾天才上了Tim Pool的節目 然後錄了大概27分鐘之後 當場走人 Tim Pool跟TimCast IRL 是一個我幾乎每天都會看的節目 那Tim Pool不算是一個保守派 我認為他算是一個類似傳統自由派的人 他支持墮胎 他也支持同婚 他就跟這個Joe Rogan一樣 是一個很普通的一個美國人 但是思緒是清晰的一個人 他同時也是個無神論者 也不是無神論啦 他算是一個接受所有宗教的那種人 然後在節目上 他稍微不同意 Kanye West 的觀點 然後 Kanye West 就生氣 然後當場不爽走人 但是 Kanye West 在 Alex Jones 的節目上 並沒有當下不爽離開 不過現在發生這樣的事情 他還不如當下氣炸 然後離開還比較好 整個節目上 Kanye West 穿著一個 遮蓋全臉的頭套嗎 然後堅持著一個他認為很重要的想法 他想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他認為希特勒跟納粹 是被不公平對待的 我們來看一下 你不是依特勒 你不是納粹 你不是納粹 你不值得被稱之為的 你不值得被判斷 我用來做音樂器 你不能說這人 有什麼好事 我已經完成了 我已經完成了 每個人的價值 他們帶來的價值 特別是希特勒 特別是希特勒 很奇怪的是 那一段不是整個訪談節目 最奇怪的地方 之後他在節目上 用諷刺的方法 來嘲笑以色列的前總理 很有可能是 接下來以色列的總理 Benjamin Netanyahu 用了兩個道具 一個網子 然後有一個 Yuhu的兒童飲料 因為Net and Yahoo 我大概看 第二次才知道 他在說什麼東西 那我不知道他那段目的是什麼 不過這是當下的狀況 但是我們叫他 任何 什麼你 對 剛才說你 我會不會說你 我會說你 你會不會說你 你還會被你 你還可以 你還可以 我們必須控制歷史的書籍 我們必須控制銀行 我們必須要去殺人家 我們也要去殺人家 所以... 在一段時間 希望你會脫衣服的衣服 因為這是真的假的嗎? Yeah, OK 在節目的過程當中 他又一直回去支持希特勒的東西 然後他提到就是他是基督徒 他愛每一個人 包括希特勒 總是就是沒有什麼重要的東西 我不知道這到底有什麼重要的 他說他喜歡希特勒很多次 然後要我們停止污衊納粹黨 他不認為納粹是邪惡的 之後他回家上推特發了一個推文 是一張圖 上面是大衛之心 裡面包著一個納粹的萬字灰 然後他就被Elon Musk禁言了 他還發了很多推文說 他是絕對支持才剛跟他斷交的巴黎世家 說神愛那間公司 其中包括 我跟巴黎世家站在一起 反對這一系列的獵巫行動 我取消取消文化 耶穌是主 禁止言論不會開始 或者結束一個時尚計畫 呃... 不然就跟耶穌在聖經裡面說的一樣 就是... 把自己綁一顆大石頭 跳到海裡算了 我也不贊成獵巫行動 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個巫師 或者是巫婆在的話 那我是非常支持消滅邪惡的 而且這個邪惡不是根據我認為 而是聖經說的 但是對於 Kanye West來說呢 他都已經說希特勒是個好人了 那外加一個戀童癖的變態公司應該也沒差 那Elon Musk之後禁言了 Kanye West的推特賬號 根據Elon Musk的說法 這是一個促成暴力的言論 當然我認為Elon Musk在這邊是錯的 因為你要不然就是相信言論自由 要不然就是沒有言論自由 那他這個舉動其實只證明了 推特還是原本的平台 只是之前是左派大官喜歡的言論 跟左派大官不喜歡的言論 然後現在是Elon Musk喜歡的言論 跟Elon Musk不喜歡的評論 那 KanyePO的那張圖 並沒有叫說群眾起來起義 或是攻擊另外一群人 所以我認為Elon Musk的決定是錯的 Kanye West發的推文 跟Alex Jones節目上說的東西 可以被說成是一個很有爭議性的 神經病令人髮指的 no ni no colu 沒有道德 沒有品 各式各樣的言論 但是言論自由其實就是在說 你可以說那些神經病又沒有道德的東西 那我在網路上看到很多人的說法是 Elon Musk是出於慈悲 Out of mercy才禁止 Kanye West 為了不要讓他再繼續自殘自己 那如果這是你的觀點的話 推特對你來說就還是一個王國 然後Elon Musk就是裡面的國王 他在裡面想做什麼 表示推特不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平台 那Elon Musk他的確有資格這麼做 那是他的平台 他花了很多錢買下來的東西 他要怎麼運作的確就是他說的算 但是這樣的話 他說推特是個言論自由的平台 就是在騙人的 但是這個不是我今天要講的重點 我們再把目光再度放回 Kanye West的身上 首先有一個不用說的事實 就是希特勒是一個無恥的大屠殺的神經病 如果你要把你自己的名字放在那個樣子的人的身上 你要用你的名譽來維持一個大屠殺的信譽的話 那就表示你很愚蠢 更不用提的就是希特勒當時如果認識 Kanye West的話 他會沒有任何猶豫的就把他直接丟到毒氣室裡面毒死 Kanye在幫一個會只因為他的種族 就把他殺死的一個人辯護 所以這一切就是一個自我感覺良好 自我膨脹 No need no coru 的舉動 第二點我們看到這麼奇怪 而且這麼尷尬的事情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好笑 我們會忍不住嘲笑這樣子的人 但其實上這一點都不好笑 因為這個人 Kanye很明顯地在經歷一個精神錯亂的階段 他腦子不清楚 他生病了 他現在狀況很糟糕 更令人難過的是很明顯他身邊沒有人愛他 沒有人在乎他 因為沒有人把事實還有真理告訴他 讓他不要在台上繼續當一個被所有人嘲笑的小丑 他身邊全部都是一堆突嬰跟病毒 不斷地鼓勵他繼續當神經病 繼續發瘋繼續胡言亂語 他們就像一群吸血蟲一樣 把一個生病的人吸乾 想要透過他的成功 他的名氣來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那這是一個非常令人難過的景象 Kanye West 曾經是一個音樂商的天才 而且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主導者 但是他現在在鏡頭面前自我摧殘 自我啃食 只為了取悅那些在他身邊不斷地吸他血的喪心病狂 Kanye West 鑽木許火 有了營地的火了之後 把自己丟進去燃燒 然後他身邊的人看著他在那邊燒自己 就邊說 你看你可以把自己燒得多旺啊 那 Kanye 自己切斷了 可以把自己從火堆裡拉出來拯救自己的人 只留下一堆吸血蟲 跟準備啃食他的圖鷹在身邊 然後現在他就在無腦 而且沒有任何幫助下直線對落 我們看到的就是這麼可怕的一幕 就是這麼可怕的人心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就是 名氣可以讓人變得瘋狂 當一個人有名到一個程度了之後 我們的人生就不再是一個普通的人生了 我們的存在變成了一個產品 一個品牌 一個公司 一個機構 當一般的人在看他們的時候 已經不會把他當人看了 人的名氣會把自己變成一個 24小時都在展覽的展覽品一樣 他們會失去他們所有的隱私 而隱私對我們每個人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 是我們自我認知還是一個人的很重要的一環 當一個人可以變得跟 Kanye West 這樣程度 這樣子一樣有名的時候 他身邊的人也會因為他的存在 就是存在他旁邊也會變得有名 這就是為什麼這些人的身邊 總是充滿了為了自己的名氣 而跟自己在一起的寄生蟲 那些人不斷的把宿主推到美光燈之中 因為這個樣子他們也會跟著變得有名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有這麼多的名人 明星最後會變成那個樣子 特別是童星 他們最後常常就是吸毒酗酒自殺 最後在所有人教唆下面自我毀滅 那我在這裡並不是在幫 Kanye West 找藉口 只是在講述我們現在看到我們眼前發生的事情 那最後一個也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 就是我們看到 Kanye West 在我們眼前崩潰 終於可以讓很多保守派基督徒看清楚 我們不能崇拜一個人 只因為他曾經說過我們認同的事情 Kanye West 之前說過很多保守派 跟基督徒認同的事情 不管是什麼 White Lives Matter 還是他在巴黎時尚州反墮胎 他說了一些支持川普 然後支持保守派的話 然後很多保守派的人 就把他當成一個英雄來看待 在右派的群體裡面 我們不斷的在尋找一個英雄或者是明星 我們很希望跟左派一樣 有那些明星節目還有大公司 對我們的想法的認同 這樣的思想是非常愚蠢的 這導致我們有可能變得跟左派一樣 我們也變成一個吸血蟲 只要找到一個願意說什麼的宿主上面 就直接吸上去 那些什麼陰謀論的 什麼豬妹啊 低級黑小明啊 西行小寶啊 甚至 Ron DeSantis 川普還有Q 他們都變成了我們的英雄之類的 我會希望這整個事件 可以足夠的證明 當我們崇拜偶像的時候 我們就會失去自我 但是認同明星 認同跟你有相同思想的人 並沒有錯 就像大概在一兩個月前 Kanye West 才為那些 還沒有出生的嬰兒發聲 在 Tucker Carlson 的節目上 就說他支持生命 我就說這樣都是正確的 這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觀點 他說的很棒 我們需要更多這樣的聲音 這是我們應該要一起同意的 但是錯誤的地方就是 如果我們因為那件事情 就把它當成一個衡量的標準 把 Kanye 的想法 當成一個衡量的標準 當一個英雄 我們不應該只因為他們很有名 或是他們上了哪個好大學 他們是亞洲人 他們是大律師 或者是他們是基督徒 就直接認同他們 特別是那些在網路上面的網紅 或者是電視上的明星 可能只因為他說了某件事情 突然爆紅 然後得到大量的關注 從那天開始 大家就追著他跑 最主要我們不應該這麼做的原因 就是因為 他們不應該獲得那個樣子的關注 他們並沒有做任何事情 很多網紅甚至教會 並沒有真的出去拉票 並沒有真正的付出 只是出張嘴而已 常常那樣子的人 其實是長期以來造成文化腐敗的人 或是機構 這也應該可以證明 就是我們不能相信人 因為人會讓我們失望 如果我很樂觀的話 我會認為說 我們保守派經過這件事情了之後 應該會更了解人性 但是我這個人就是不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因為我認識有些人 是支持 Kanye West的說法的 認為右派應該要那樣做 那個人自稱是基督徒 然後支持希特勒跟納粹 然後我想要幫助他 我跟他一起讀聖經 然後他竟然覺得聖經好無聊 沒什麼好瞭解的 我還認識很多人 很多基督徒認為說 這個就是啟示錄的道路 這個就是最終的結局 還問我們說 我們這些事工到底有什麼意義 反正世界就會摧毀了 耶穌會來了 然後這個就是結局 那我們在這邊努力什麼 這也是令人感到很沮喪的 還有人私訊直接問我 我們之前不是說 Kanye West很好很棒 那現在呢 基督徒呢 保守派呢 你們基督徒就跟 Kanye West一樣 都是神經病 或許有些基督徒 就因為這個樣子被打倒了 因為他們曾經是把 Kanye West 當成一個為了生命奮鬥的英雄 而抵抗好萊塢的英雄 所以他們會一蹶不振 但是其實我們不需要被打倒 我們也不應該被打倒 或許你之前有幫 Kanye West說話 或許你覺得他之前說的很對 但是你現在也可以說 他有很大的問題 他需要幫助 你不需要因為他的行為 打亂了你的價值觀跟你的信仰 你可以繼續的為正義而戰 我看到很多人到現在還是一錯再錯 繼續幫 Kanye說話 所以形成了另一種的陰謀論 在網路上會有article上面寫說 Kanye West上節目幫希特勒說話 只是他在強調耶穌的愛 基督徒應該要有的愛 耶穌都說你應該要愛你的敵人了 但是這並不是 Kanye West說的 他說得很清楚 他說 I like Hitler OK He like Hitler 不是I like Hitler 他喜歡希特勒 他不是說愛 而是說喜歡 OK 聖經上沒有教我們要喜歡所有的人 而且絕對沒有叫我們要喜歡一個 大屠殺的神經病 而且 Kanye West還說 希特勒有很多值得愛戴的特質 說我們不應該貶低納粹 這已經不是聖經上說的要愛你的敵人了 這只是神經病了 那今天節目最後還想要強調一點 就是這一段 這是左派最想要看到的 設想這整件事情獲利最多的是誰 其實就是左派 如果我們在這邊創造一個陰謀論 來解釋 Kanye West 為什麼要這麼做 為什麼要幫希特勒說話的話 我會說其實他是一個左派 然後他進行一個自殺任務 要抹黑所有保守派跟基督徒 當然我不是這麼想的 我不認為說這是一個什麼陰謀論 我純粹就是認為說他是一個病人 然後需要幫助 但是如果有陰謀論的話 這是唯一可以合理化 Kanye West 行為的方法 因為他的行為沒有幫助到任何的保守派 右派基督徒得到任何東西 只有左派可以說 你看那個就是保守派 OK那個就是神經病 OK 這裡只有左派在獲利 他們不會難過 他們還想要更多 他們希望有更多保守派的英雄 因為這個樣子的東西爆紅 因為 Kanye是個明星 他有明星光環 當他帶出去一群很想要出名的保守派的人 一起跳到山谷的時候 同時也會帶著那一群想要靠著 Kanye 大紅大死的那些人一起掉下去 那些人或許很聰明 或許很有想法 但是他們也會一起掉下去 他們的名譽 信譽 聲望 會一起被摧毀 整個過程獲利的只有左派而已 Kanye West 需要的是幫助 他精神有問題 他思路不清晰 他需要幫忙 而不是更多的目光 所以我花了一集 在解釋完這個 Kanye West 事件之後 我就不會再提到他了 因為他不需要更多的注意力跟目光 那這整件事情能告訴我們就是 我們真的不能崇拜偶像 我們真的不可以有王 還有除了聖經以外 我們不可以有任何其他的標準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努力的每天讀聖經 我們才有可能 不用說什麼翻轉世代了 能保持自己不要變壞就好了 不要敗壞就好了 我們管好自己 才有可能當這個世界的眼跟光 人會敗壞 不只像 Kanye West 那個樣子的人 就連牧師也會跌倒 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 大概是去年還是前年 有一個很有名的牧師 Ravi Zechariah 什麼特惠 都是跟一堆大牧師在一起的 什麼Francis Chan Todd White Bill Johnson Mike Bickle 講得很棒 好有能力 結果死了之後 被抱長期去妓院 然後讓好多的基督徒跌倒 如果我們崇拜的不是神 而是其他東西的話 包括愛 包括牧師 包括教會 包括學歷 包括我們一般認為是好的東西 就一定會讓我們失望 就一定會讓我們跌倒 這個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透過 Kanye West 這件事情 我們要學到什麼 來幫助我們自己的人生呢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認罪悔改有多重要 在教會裡面我們常常 做一些鼓勵自己的事情 我們的先知預言 從原本的就是 依照聖經的律法 說實話 讓人悔改 變成了鼓勵讚美的 一個預言方式 Kanye West 把自己身邊堆滿了 鼓勵自己的人 讚美自己的人 讓他自己在讚美中 精神錯亂 我們的教會 或者是我們自己常常做一些 感動自己的事情 我們去非洲建學校 卻忽略最需要學校的 其實就是我們自己 美國的孩子 我們去哪裡哪裡 發麵包 食物給流浪漢 卻忽略其實在自己身邊 甚至在教會 自己教會裡面 也有很多需要幫助的人 而且沒有政府幫助的人 更多 我週末的時候 參加了一個活動 遇到了一個媽媽 她跟我說 她不認同我們節目上講的東西 她說應該用愛 來感化年輕人 給年輕人更多的鼓勵 更多的光懷 更多屬於年輕人想要的活動 基本上就是把年輕人 當成 Kanye West一樣 用鼓勵跟讚美包容 那我跟她辯論完之後 那個父母就問我說 那要怎麼樣跟年輕人說話 年輕人就是不聽話 父母除了禱告還能幹嘛 我在這裡 把問題分成兩個 第一個就是 禱告是為了什麼 第二個 年輕人為什麼不聽話 禱告是為了讓我們能更了解神的心意 是要讓我們知道神要我們做什麼 交托的意思不是什麼都不做 而是要用神的方法去做 知道之後我們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年輕人不聽話了 聖經上面是孝敬父母 或者是尊敬父母 英文是honor your father and your mother 如果我們對於honor這個字 有任何認知的話就會知道 honor是需要被爭取的 honor is earned 就是如果要孩子孝敬或者是尊敬的話 父母就要當一個值得被尊敬或者孝敬的父母 honorable parent 小孩的成長過程當中 你只在乎他有沒有上學 沒有帶著他成長 把他的教育全部交給學校 然後呢 你因為晚下班 再把他送到補習班 沒有帶他讀書 沒有教他道德觀念 然後你現在說他不聽你的 只在乎朋友 變成那個左派 父母如果沒有在孩子成長過程當中 當一個值得尊敬的父母的話 那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時期 就不尊敬父母 我們當基督徒的每看一件事情 永遠要想的就應該是 我們做錯了什麼 然後我們要怎麼做 才可以更符合神的心意 很難聽更難做到 但是這個就是事實 我們做基督徒的有義務要有責任 從小就要帶著孩子成長 掌握他的教育 親自的當一個值得尊敬的父親或者是母親 但是 如果你今天你的小孩已經長大了 已經是個teenager了 甚至已經被左派洗腦了 那你應該怎麼辦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 從現在開始 當一個值得被尊敬的父母 你要放下你自己是父親 或是母親的高度 找你的兒女跟他們說 對不起 我在你成長的時候 並不是一個好的父親或者是母親 我沒有做一個好榜樣 我沒有帶領你成長 現在我們兩個在神的面前 一起認罪悔改 我們一起來討論神要我們做什麼 我們一起請神到我們當中 一起讀神的話 一起恢復我們父子或是母子 應該要有的關係 之後你們兩個在一起 慢慢的去了解聖經的價值觀 要解決任何事情的方法 就是認罪悔改 一群婆婆媽媽聚在一起祷告 然後說出自己孩子多不聽話 然後最後說一切交托神 對不對 兒孫自有兒孫福 是不負責任 沒有悔改 而且是沒有任何用處的浪費時間而已 造成的就只是你們把你自己當成 康年威斯 身邊圍繞著一群跟自己一樣的 ノニノコル 然後你的孩子也把自己身邊圍繞著 跟他一樣的 ノニノコル 然後再聽劉子君在那邊講到 然後在那邊互相指責說 對方沒有說話的藝術 對方不應該這個樣子說話 對方沒有神的尊榮 而已 唯一能打贏這場文化戰爭的 就是我們自己認罪悔改 唯一能改變翻轉這個時代的 就是我們自己檢討自己變得更像耶穌 而最能摧毀教會的 是每年跨年新年跨年的時候宣告 要跨越突破恢復更新 然後遇到問題的時候 什麼都不做說一切交給神 我知道聽起來很不爽 我知道大家也不想聽一個就是36歲 又沒有讀過神學院 也不是牧師 在這個地方說 你們家發生的事情應該怎麼辦 但是這個就是事實 這個就是為什麼 翻轉文化不能靠什麼明星 偶像 川普 Desentes 右派左派 翻轉時代是要靠聖經 還有我們有沒有真正的認罪悔改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e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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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